今天我要去改造一下我的工位 后面这棵树是不是超好看 我以后这棵树总算是黄起来了 昨天晚上下雨在降落 我害怕这棵树的叶子会被全都刮下来 今天还在下雨 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它还健在 这就让我今天的心情非常好 给我吹出眼泪了卧槽 太冷了 这不是沼子吗 沼干归呢 对吧 上一次就是打的谁就是身手 那帮小哥我也不知道 就是 但是他防守圈是露的 暂时就先这样吧 我现在等一个人一会有个会面 刚刚就趁着午休时间把自己的工位改造了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对工作环境没有什么要求的一个人 在任何环境下我都可以去工作 但问题主要在于收纳 所以说我对于这个工位的一个小布置小改造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一个收纳问题 把我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给挂在动物板上 既美观又好存取 那么到今天呢已经在Awesome度过了两个星期了 来Awesome之前我对于服装穿搭潮流这块的了解 其实就偶尔会看一看Dirty Talk的视频 偶尔会看一些自己关注的一些品牌 但是对于整个潮流行业是没什么太大了解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 但正是这样的一个条件让我每天都有机会去自己输入很多的信息 自己去学习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点对我来说 OK刚才的一个小会面已经结束 谈的还蛮顺利的 接下来回公司继续工作了